张华县政府7日在中庭举办张华好产业迈向新未来云端产业发展 地方型SBIR中部纺织产颜创新平台联合成果发表会 由副县长林田富与中华电信张华营运处总经理蔡瑶清 中科院督导长赵嘉诚 仿制众合所所长白志中及各界贵宾共同接幕 这几年我们张华县的整体的产业有很好的发展 特别面对我们全球化的竞争 所以我们张华县我们建设处也结合了我们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还有我们中山科学研究院还有我们纺织研究所 还有我们中华电信以及我们各大学院校 共同推出一系列的研究提升的计划 那这里包含了我们对于这个中小企业SBIR地方型这个SBIR的研究的部分 还有远端科技的部分 还有呢我们跟纺织研究所合作的我们中部这个纺织这个研究 还有生产这个创新平台的部分 这三根三大部分在做技术的提升 林副县长表示 张华县是台湾传统产业重镇 无论是农业制造业均在全台或世界供应连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在全球化压力下 产业必须不停求新求变 才能因应接踵而来的挑战 中山科学院与纺织研究所 透过经济部技术处所成立的所谓的创新时尚纺织的一个 亮点产业的支持跟协助下 成立了中部传统产业的 纺织产业的一个我们所谓的研发创新中心 透过这个平台我们与这个中部的所有的 广资产业以及这个机密机械加工的产业共同合作 作为一个跨产业跨单位的一个整合的一个平台 发表会自10月7日至11日为期五天 以活泼的互动式展示 展现彰化县政府推动产业提升与技术创新的积极与用心 希望借由本次辅导成果展示 鼓励业界共同参与投入研发 进而提高竞争力及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